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感谢您的支持 痛风是现在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 已成为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代谢性疾病 随着人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改变 患上高酸酸血症的人也越来越多 并且变成痛风的概率也越来越高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痛风的成因 痛风是一种容易漂灵代谢障碍 导致酸产生过多 或因酸酸排泄不良而导致的血中的酸酸升高 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滑膜、滑蓝软组织 以及其他的组织之中 引起的反复发作性、炎症疾病 那么哪些人更容易得痛风呢? 我们发现痛风的人胖子比瘦子多 还有长期吃高脂肪、高热量、高蛋白的食物人 也是最容易得痛风的 经常喝啤酒、白酒、吃豆类的这种人也容易得痛风 还有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也容易得痛风 患过痛风的人都知道这个病是非常折磨人的 痛起来的时候简直让人痛不欲生 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治疗痛风非常好的食疗番分享给大家 这个番子也是一位老中医推荐的 很多人喝了它痛风没再发作了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小块冬瓜 冬瓜最好是带纸、带皮的 先把它清洗干净 冬瓜含有较多的蛋白质、糖类 以及少量的钙、磷、铁等矿物质 和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素 具有清热、解暑、护肾、腻尿、降脂、减肥的功效 冬瓜汁以及冬瓜提取物能够促进动物排料 增加排尿量并且冬瓜中的肿氨酸和葫芦素对于生拱 引起的肾损伤有保护和阻断的作用 冬瓜中所含的饼唇二酸能够有效的抑制糖类 转化为脂肪 冬瓜本身不含脂肪 热量非常低 对于防止人体发胖具有重要的作用 用冬瓜煮水喝可以很好地降低尿酸 因为冬瓜可以起到溺水消肿的作用 能够促进小便排出 可以将多余的尿酸排出体外 冬瓜把它清洗干净 连这个冬瓜纸也不要丢掉了 然后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5克的玉米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 里面含有多种营养物质 富含脂质、多糖、环铜酸铁 生物碱、灾醇、维生素、矿物质等的多种物质 又有健脾去湿、溺水、消肿、提高免疫力 增强抗炎、促进循环、症静、止痛等效果 是治疗痛风、急性期和降尿酸的常用药之一 在四一的药方中记载 玉米自九风湿壁、补正器 除胸中邪气和肠胃消水肿 九福清生液气 玉米对于痛风性关节炎有比较好的治疗效果 尤其是在关节炎 急性期能够迅速地缓解症状 抑制各种和蛋白细胞的催化作用 从而改善关节炎的症状 玉米还能够抑制尿酸的合成 从而引起降低尿酸的作用 此外,它还能够促进尿酸的排泄 防止尿酸在组织中的结晶 轻度回电回血液 然后通过尿液排出体外 有效地净化血液 减少血尿酸 所以在调理痛风的中药中 玉米不但可以发挥它的逆尿作用 排泄更多的尿酸 还能够利用玉米去风除臂的功效 来改善痛风患者的关节炎 玉米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 有助于肠胃蠕动 使血液的粘稠度下降 促使血液循环 从而减少痛风 谈尿病以及高血压的发病几率 而且还具有较强的逆尿作用 综合体内酸性的物质 增加肾脏过滤尿酸的能力 保持年轻的状态 接着再准备三克菊花茶 菊花是一味中草药 主要能够清热解毒 瓶肝浅阳 明目 菊花茶对于高尿酸血症 有一定的好处 尿酸高的患者容易出现热像 不论是湿热还是热毒 出现现象人群比较多 因此我们可以多泡菊花茶来喝 另外还有较多的尿酸高患者 合并有糖尿病 血脂高 高血压 而菊花能够平肝浅阳 有一定的降血压 因此菊花茶对于高尿酸人群 是有一定好处的 接下来再准备两克蒲公英 蒲公英是中药材 它可以起到一定的降尿酸效果 蒲公英是一味清热解毒 逆尿的中药 在痛风 关节 急性发作期 很多患者表现出关节红肿 热痛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蒲公英泡水喝 适当的可以缓解 蒲公英能够清热解毒 能够起到很好的缓解关节疼痛作用 中医认为红肿 热痛 这个时期属于是 热毒着剩的时期 给予蒲公英能够很好的清热解毒 蒲公英含有力量的作用 在治疗痛风的时候 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能够通过力量增加排尿 尿里面能够促使尿酸 更多的排出去 所以喝蒲公英茶 也能够起到降尿酸的作用 接下来把所有食材倒入养生壶中 也可以直接用锅煮 然后加入1000毫升的薪水 用花茶键给它煮上20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在下方给我点个赞 加评论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 患上痛风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么平时应该怎么预防痛风呢 第一就是大量饮水 每热饮水量至少2000毫升以上 以增加尿酸的排泄 第二就是控制体重 原发性高尿酸血症一般伴有肥胖 糖尿病 冠心病等 常认为和胰岛素抵抗有关 肥胖引起痛风的危险因素 因此我们要控制好体重 第三就是减少饮酒 饮酒是诱发痛风的常见原因 饮酒后体内的料酸生成增加 摄入过多的酒精可产生大量的乳酸 使肾脏排泄料酸减少 最终会导致血中的料酸水平升高 第四少喝饮料 含糖量的饮料 果汁类的饮料 碳酸饮料 奶茶等 在饮料中都富含果糖 过量的摄入果糖会导致 肌体的料酸生成增加 还能够抑制肾脏排泄料酸 经常喝有可能导致 料酸的水平升高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喝 煮好的茶 我们直接把它倒入杯子里 就可以饮用了 这个茶我们当做全天代茶饮 痛风发作的时候 可以饮用这个茶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缓解 红肿疼痛的症状 平时也可以多喝 可以清热去湿解毒 预防痛风 有助于我们排除体内的高料酸 帮助我们预防高料酸血症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